广西的军训为何如此硬 这其实是刻在基因里的爱国情怀 中国首个普及全民军事教育的身份 就是广西 过去的广西狼兵有多无 现在的军训就有多硬 抗日战争的时候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号召下 我国出现了无数轻视流明的地方部队 有战至最后一滴血的川军 有勇猛冲锋的湘军 有誓死如归的殿军 还有让日军胆寒不已的广西狼兵 他们就像死神一百 给日军带来了无数恶魔 从护会战的绞肉击中 六万规模的广西狼兵 毅然赶往前线 用自己的血肉 拖住了日军的前进步伐 更是在1938年的时候 在蒙城祖基站的战场上 用2000人匹敌6000人的日军 直接掩护60万的国军安全彻底 这种勇猛的表现 惊艳了全世界 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 没有退路的日军 开始了日常的梭哈行为 决定从广西这里 打开一条生路 小日子直接召集了七个师团 并且让15万的兵力作为远兵 要把桂林给拿下 面对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的日军 桂林的一万二手军并没有害怕 而是要用狼兵的实力 让小日子好好看看 什么叫做吃鸡梦想 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战斗结束以后 广西狼兵没有一人退缩 直接战死了一万二千多人 而日军也直接阵亡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为何广西的军军 能如此硬核 他们要时刻保证自己的战斗力 保家卫国是刻在骨子里